记者苏永耀台北报道,为展现政府落实资安及国安,总统府与国安会共同规划于12月11日星期一至15日星期五举办106年府会资安州,彰显政府打击网络犯罪与捍卫数位领土决心,希望建立资讯安全人人有责的文化与环境,加速数位国家的发展。 总统府表示,106年府会资安州期间每日上午9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时30分至30分由参展单位在总统府一楼南北院及部分开放参观区域展示活动处邀请政府资安防护人员、青年学生等机关团体参观及参与专题演讲外, 也欢迎民众于总统府一楼参观各单位展示内容,参观民众与受邀团体可透过模拟情境,亲身体会各种资安威胁实况,认识日常可能的资安风险,以建立资安意识。 总统府说明,配合资安州活动,总统府延长平日开放民众参观时间,增加下午1时30分至30分时段,参观民众请有保庆录与博爱录管制少进府,入府参观民众可领取资安护照,于各参展摊位收集点数,现场也有资安知识。 随堂好让民众参与,透过日常最贴近的资安情境体验,协助民众了解自我的资安观念与意识,点数及满8个关卡或完成资安知识。 随堂好者均可置赠品服务区兑换小礼物。 总统府指出,本次活动将首度呈现今年底前将陆续成立的各领域资安资讯分享及分析中心,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 ISAC,以及第一线执法单位最新维护资安技术等。 总统府表示,活动现场将透过60寸荧幕及时播放各种正在进行网络攻击的资安联防监控地图,让参观民众了解台湾目前无时无可发生的资安威胁,透过及时情境让民众知道网络带来方便也带来风险。 总统府指出,政府单位、民间企业团体或个人经常会遭受境外势力及犯罪组织的攻击,因此网络威胁成为国家安全。 最大的挑战之一,期盼透过此次参展单位精心规划的展示内容,让参与者深入认识整体资安规划与成果。 总统府也说明,面对骇客攻击、网络勒索及诈骗等层出不穷的资安威胁,不仅影响政府、企业和国人,甚至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政府为使台湾成为数位经济领导国家,因此将资安提升至国安层级,提出资安及国安的国家政策。 目前积极推动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八大资安旗舰计划、五加二创新产业计划等,也都和国家资通安全环环相扣,反映政府大力投入资安领域的决心。 我们下期再见。